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可能是我们俩其中一个 迈克尔来到这里是为了林肯 他们需要约翰的飞机和库珀抢来的一大笔钱 费尔南多只是恰好和迈克尔在一个牢房 并吓唬费尔南多说 你是不是不知道迈克尔的详细计划 为了面子 费尔南多谎称自己当然知道所有的计划 没想到小黑称 那我们可以组队 我们两人单独逃出去 这让费尔南多有点心动 迈克尔在操场上看着一旁的水闸 这时快手走了过来 询问迈克尔自己的工作呢 迈克尔却称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让快手很是气愤 迈克尔来到医务室中 用拖把棒轻而易举地打动了下水道 因为迈克尔之前一直向下水道中 灌入腐蚀性的药剂 这导致下水道的铁皮非常脆 马宝南这时走了进来 马宝南称自己还没有找到迈克尔藏的信用卡 自己也在舞厅中见到了你那个做舞女的妻子 这一切被进来的唐克雷迪全部听到 但唐克雷迪并不想知道迈克尔的私事 马上就赶走了马宝南 迈克尔马上解释到自己和妻子结婚 只是一场交易而已 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拿到美国的绿卡 唐克雷迪却称 你不用和我解释这么多 随后转身离开 另一边在监狱中 强哥却说库珀退出越越小组 还询问你一把年纪了出去要干什么 但库珀并不怕强哥 马上警告他离自己远点 约翰让手下查到了强哥打电话的地址 并派人将强哥的堂哥吉米控制住 等他们越狱成功后再放了他 很快约翰接到了手下的电话 手下称他们抓捕吉米的时候 他身下有枪 双方开枪射击时 吉米用自己五岁的儿子做挡箭牌 不幸的是两人都被打死了 这样约翰非常的心痛 约翰虽然也杀了很多人 但他从没有杀过孩子 这样约翰的心中非常的难受 每天都在自己的牢房中祷告着 费尔南多的女友来探监他 女友称自己怀孕了 孩子是费尔南多的 这费尔南多非常的高兴 但女友却称自己现在的男朋友 向自己求婚了 女友的妈妈称 自己养育的孩子会非常难 女友的妈妈想让他同意求婚 费尔南多马上称 自己就快要出去了 再给自己一段时间 但女友却说你一直都这么说 这时探监时间到了 费尔南多和女友依依不舍地分开了 这也就更加剧了费尔南多想出去的想法 晚上时迈克尔要进入通道 去忙自己之后的越狱工作 费尔南多也想跟迈克尔一起进去 他想了解迈克尔的计划 迈克尔却称 要有人留在这里放哨 便拒绝了费尔南多的请求 迈克尔吓到蓄水池中 将进水的阀门打开 再只要打开总阀门 这里就会蓄满水 第二天监狱长将吉米和孩子的死 告诉了强哥 这让强哥非常的难过 一方面为吉米和孩子难过 一方面知道自己没有底牌了 费尔南多也将自己所知道的 欲语计划全部都告诉了小黑 老图和妈宝南说着 自己手腕上的金表不见了 妈宝南马上询问金表 是老图从哪偷的 老图称是迈克尔的金表 这让妈宝南又对迈克尔起疑 迈克尔和库珀商量 他让库珀帮自己放风 自己则去打开了蓄水池的总阀门 随后迈克尔一直盯着自己的表 蓄水池会在五分钟的时间灌满 阀门必须在五分钟的时候关闭 否则水会淹进房子中 他的越狱计划也就会被狱警发现 这时狱警走了过来 库珀马上上前拦住狱警 并分散他的注意力 五分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迈克尔马上关掉了睡房 随后跟着回监狱的队伍回到了牢房 另一边妈宝南将快手叫到房间 在他的面前吃着汉堡 汉堡是每个犯人想得 却得不到的东西 并以此诱惑快手 说出他和迈克尔之间的交易 还将另一个汉堡递给了快手 快手思考了一会儿后 马上接过汉堡吃了起来 监狱中迈克尔又要去管道中 忙越狱的事 菲尔南多马上询问 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 而迈克尔只告诉他就快了 这让菲尔南多非常的不满 还称约翰都知道具体的时间 迈克尔马上称约翰要为我们准备飞机 所以他必须要知道 这让菲尔南多觉得迈克尔并不相信自己 越狱小死的其他人来到狱警休息室挖着洞 林肯称要快点挖 一会儿迈克尔会从这里出来 迈克尔顺着管道来到了蓄水池 这时的蓄水池已被大量的水灌满 迈克尔马上拿着绳子浮到了水面 并来到了上面的房间中 然后迈克尔将绳子另一端绑在井盖上 将堵住下水道的衣服拉掉 蓄水池中的水马上顺着下水道流走 迈克尔来到的这间房子正是医务室的下方 因迈克尔将医务室的下水管道腐蚀 他在这里看到了正在洗手的唐克雷迪 另一边约翰在祷告时 感觉这一切都是强哥的错 马上让手下将强哥抓进了一个房间 约翰让手下将强哥绑住后离开房间 这时约翰拿出了藏着的小刀 这让强哥非常的害怕 强哥马上进行求饶 说实话还没有见过强哥有这么怂的时候 约翰马上称 吉米和他儿子的死都是强哥的错误 不过约翰看到这么怂的强哥 决定再给他一个机会 强哥称别杀自己 让自己干什么都行 约翰马上提出让强哥退出越狱计划 并用刀抵在强哥的脸上 让强哥发誓 强哥马上向上帝发誓退出越狱计划 约翰听见了他发誓后决定放过他 没想到约翰还信抢救的誓言 强哥这种人发誓就和放屁一样 前脚发誓后脚就给放了 约翰在转身的时候 强哥从口中拿出了藏着的刀片 并趁约翰不注意时 直接将他抹了脖子 随后强哥离开了房间 只留约翰一人捂着脖子躺在房间中 这时越狱小组打通了下渠道 麦克尔正要从下面钻出来时 老突向着这边走了过来 林肯马上通知几人老突来了 但麦克尔还没有上来 如果被老突发现少人的话 他们的越狱计划很有可能就要暴露 老突要进去检查 他们工作的怎么样了 林肯马上上前拦住老突 不拦不要紧 这一拦反而引起了老突的怀疑 林肯没有办法只好一拳打向了老突 老突被林肯打倒在地 狱姐们赶快赶来 拉林肯去关禁闭 麦克尔也趁这个时候钻了出来 并称今晚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但其他几人默默地看着他 麦克尔发现林肯不在 并询问林肯在哪里 顾波和他说我们遇上大麻烦了 LJ开车将尼克和维罗尼卡送到了医院 医生看到尼克体内的子弹 马上询问维罗尼卡 他的枪伤是哪里来的 维罗尼卡不敢说实话 就想办法敷衍了过去 这天正是LJ妈妈下葬的日子 保罗派小胖去墓地等着LJ LJ果然来到了墓地 儿子在一旁默默地监视着他 LJ哭得非常伤心 随后跟着LJ来到医院 看见了受伤的尼克 看到这一切 小胖的心软了下来 打算放过LJ 小胖回到家中和妻子说 自己厌倦了整天在外面 替别人卖命的生活 打算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这里 随后小胖给维罗尼卡打电话 令约今晚在咖啡厅见面 自己给维罗尼卡一些 能帮林肯洗脱罪名的东西 随后挂断了电话 越狱的第十二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胖究竟会给维罗尼卡什么东西 这东西真的可以证明林肯无罪吗 另一边林肯悲观禁闭 麦克的越狱计划该怎么办 他该如何带着林肯逃离监狱 请关注之后的剧情解说 下期我会接着和大家讲解 越狱这部美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